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间故事 徒弟痛哭丧礼 深夜打开棺材说 活该你去死 一切都属于我 明朝末年 这栋的柳心镇有一个小孩叫王江 是个吃百家饭的 他爹因为夜里去宋大财主家偷盗 被下人尸首打死了 之后 他娘受不了村里人的眼光 忍痛把四岁的他扔给了他奶奶 然后就走了 再也没回来 那年代日子本来就穷 镇子里的孩子都骂王江是个贼的孩子 莫爹莫娘自然受了不少苦 他奶奶病逝后 他就彻底默认药了 好在村里有几乎好心人 到了饭点 王江就跑到人家大门口要吃的 夜里就睡在四处落风的破房子里 好歹是活了下来 要说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柳心镇大雨三天三夜 王江的破房子彻底瘫了 悬砸断他一条腿 于后 人们在大街上看到王江在泥底里爬 应该是想去找先生治腿 哎 镇子里就老刘家一间医馆 刘家又是出了名的吝啬 至今没人能奢出以前药材 这孩子这条腿怕是保不住了 人们心里可怜王武 但是也是默认会给他出钱治腿 毕竟谁帮助他 就等于得罪了宋财主 当初王武他爹去宋家偷盗 据说是进了宋家小姐的房间了 所以 至于是不是失手打死的 人们众说纷纭 宋家摆平了官府那边莫在追查 但是也让下人放出风来 不许接济这贼人的儿子 人们一方面怕得罪宋家 另一方面也不想管王武 毕竟王武越长越像他那个爹 一脸的阴郁 正当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 一辆马车经过 然后有个白胡子老头下来了 那老头直接就奔着王武而去 可是却被一个好心人拦住了 老先生 您是外地来的吧 您可能不知道 这孩子是割贼的孩子 谁要是帮他 让宋财主知道了 少不了麻烦的 我好心提醒您 老人笑着开口 孩子是无辜的 而且我是突经此地 不怕得罪你嘴里说的宋财主 谢谢您的提醒 老人走过去 看着已经奄奄一息的孩子 摸了下孩子受伤的腿 满脸心疼 好在还有救 于是便叫下人将孩子抬上马车 不多时 马车便消失在夜色中 转眼十年过去 当年 李神一外出未人诊病 回乡途中路过柳心镇 刚好看到躺在泥坑里 奄奄一息的孩子 尤其是看到他的腿伤再不救治 轻则残废 重则丧命 想到周围人的疏离 于是便好心地将孩子救了回去 当检查那孩子的腿时候 李神一心里也是莫的 不过 最终不愧是神一 孩子的腿结好了 三个月后恢复如初 王江在李府养病期间 是被安排在后院的 平日里倒是很少见到李神一和他的家人 但是 从给他换药的下人那里得知 李神一是这方圆百里有名的神一 医术精湛 而且有很多独门秘方 来求医的人里还有很多大观显贵 王江心想 难怪自己的腿恢复者磨好 下人送来的饭菜也多是他不曾吃过的美味 可是眼看着自己的腿伤就要好了 恐怕这种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王江心想 不行 他再也不要过流离失所的日子了 于是 在李神一又一次来看望他的时候 他一副颓废的样子 孩子 腿恢复得很好 放心吧 神一自然不知道他为何满脸的忧郁 李神一 您对我有再造之恩 我如今已经无家可归 如果您不嫌弃 就让我留在您家里吧 您的医术让我敬佩 您收我为徒吧 王江一脸诚恳 神一没想到这孩子会折磨说 也怪自己疏忽了 这孩子也这实可怜 想到自己如今医术登风造极 家财万贯 但是只有一个六岁的女儿 若是与这孩子有一番姻缘 倒可以试一试 于是 李神一正式收王江为徒 那天 李神一让夫人张罗了一桌子好菜 让王江正式认识下自己的夫人和女儿荣荣 李夫人对丈夫的决定从来是支持的 因为丈夫不仅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名医 还是一个大善人 只是外人并不知道罢了 李神一早年困顿 得到贵人帮助 财西的医术 后来更是因为高超的医术 引来很多大官显贵 那些人出手就是几十两 甚至上百两银子 李神一认为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于是 将大部分所得 都悄悄捐赠给了穷苦人 只是这事 只有李夫人和家里的管家知道 所以 当初丈夫将一个受伤的孩子带回家诊治的时候 他并未放在心上 只是让下人好生照看 只是如今竟然要收他喂吐 还这魔证似的带进家里 让女儿荣荣也现一见 这让他心里不太舒服 尤其是看了那孩子之后 更让他难受 王江虽然锦丽装作一副谦卑公顺的样子 可是李夫人看了他的面相和眼神之后 心里总是觉得不安 不喜欢王江的还有李荣荣 李荣荣从小几一遇时 娇生惯养 看着这么一个穷小子 竟然哄得爹爹收他喂吐 还坐在一个饭桌上吃饭 让他心里隔应 可是不管是李夫人还是李荣荣 在席间都没有丝毫无理之处 因为李神医在这个家里是说一不二的 王江自小活的卑微 善于察言观色 虽然这对母女面上并未表现出任何不满 但是他很清楚地感觉到了被他们嫌弃厌恶 也明白了他们都怕李神医 所以没关系 师父是真心对他的 只要讨好师父 那么自己自然有好日子过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 王江被安排住进了李家的医馆 白日里他就站在李神医身旁 看着李神医为人诊病 为了尽快得到师父的认可 他到了夜里就偷偷读医术 基本上每日只睡两三个时辰 神医看到了王江的勤奋 很是欣慰 于是在一日看诊结束后 决定考一考这个徒弟 没想到王江对答如流 不仅如此 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这让神医看到了王江的天赋 果然是他选中的人 于是就更加气重他 又过了几年 王江的身体经过悉心调养 如今已经长得非常结实了 人也高大的很多 只是性子还是那么沉闷寡言 王江还是每月去师父家吃团圆饭 饭桌上基本都是神医自己在说 王江附和着 李夫人还如从前那般 对他有着疏离的热情 会须寒问暖 但是总会点到位置 而李荣荣此时已经常大了一些 心智也成熟些 虽然不似过去那般趾高气昂 但是每次饭桌上也只是美食膜 感情地叫了声 江哥 胡乱吃鸡口便借口匆匆而去 这日李荣荣顾忌重施 假装打翻了汤碗 就说正好吃饱了 就下去了 在回房的路上 丫鬟开口 小姐 你为何如此讨厌王江呢 说不出为何 总感觉她看我的眼神有些吓人 我娘也不喜欢她 只是碍于我爹的面子 所以才会大体过得去 对于我每次躲着她 也从不怪我 只是我爹他训斥了我几次 哎 李荣荣有些气恼地跟丫鬟抱怨 小姐 你以后要嫁给她的 可不能一直这样 丫鬟继续说道 什么 你胡说什么 我怎么会嫁给她 李荣荣一下子就怒了 丫鬟一副无辜的样子 开口说 小姐你不知道吗 我还以为你早就知道 王江是老爷给你找的郎序 我也是听管家说的 那天我出门的时候 正好看到管家在训斥门童 好像是门童对王江态度不好 被管家看到了 就说让她以后尝点眼色 然后指了指小姐你的房间 低声说 她以后是你的主子 李荣荣这才反应过来 难道爹爹对她如此照顾 不仅传她医术 还动不动就请家里来吃什么团圆饭 还必须让自己也得出席 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 难怪那小子每次看自己的眼神都直勾勾的 哼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想的美 这是丫鬟听来的 所以李荣荣要亲自去确认 但是当李夫人沉默以对的时候 她彻底相信了 娘 我不喜欢王江 你看他那样子 当初要不是爹爹心善将他就回来 哪有他的今天 怎么还想着攀高枝呢 荣荣啊 娘也是不喜欢他 总感觉他心事重 面相上看也不像是会疼人的良人 我跟你爹提过 不想让你嫁给他 可是你爹喜欢他 说他天资聪颖 人有刻苦 做事情踏实 医管交给他 你爹爹也放心 毕竟他的一切都是咱们李家给的 将来我们百年之后 他就是冲着恩义 也会对你好的 李荣荣知道 母亲从来不会忤逆爹爹 于是也就不再哭泣 她必须自己想办法 于是 在中秋家宴之后 李神医借口 贪杯有些难受 让夫人扶他先回房间了 交代李荣荣 陪王江再待一会儿 李荣荣和王江心知肚明 也不挑破 但是等李神医夫妇回房间后 李荣荣也懒得再装下去 江哥 你如今也十八岁了 有心仪的姑娘了吗 看到王江有些诧异 不带他开口 李荣荣继续说 我有了心上人 就是书院的林公子 你听过他吧 上次在苏家的宴席上 我对他一线钟情 我也能感觉到 他对我也很喜欢 只是 他家祖母刚过十一年 在守孝期 所以才没好意思开口来 我家提亲吧 哼 王江心想 原来是这个意思 那林公子 虽说长得玉树林峰 偏偏公子的样子 但是在男人间 谁人不知 那是个顶风流的人 不仅喜欢棉花素柳 还经常勾引已婚的少妇 上次就是在他祖母丧事期间 糟蹋了一个新来的少妇 被他爹好一顿打 没想到李荣荣也跟那些女子一样 看上了他的皮囊 只不过 李荣荣真的没听说过 林公子的那些污躁事吗 怕是想让自己 知难而退吧 当初自己拼了命地留在了李家 原本想有个安身立命之所 如今洗的一身衣术 不管是留在医馆 还是出去自谋生物 他都不再惧怕 可是 有一日 师父找到他 徒弟啊 你如今也到了成家的年纪 虽然你已无父母 但是若是有心仪的姑娘了 可以跟师父说 师父给你去提亲 师父 我没有遇到喜欢的姑娘了 我现在就一心想要跟您学习医术 成为像你一样受人尊重的神医 王将一脸真诚 其实内心已经猜到 师父为何突然问他这件事 果然 他师父接下来说的话 印证了他的猜测 没有 没有好啊 好啊 你现在已经能够独立看诊了 但是学医之路还很长 专心修业很重要 我有一将荣荣许佩及你 不知你对他可还满意 李荣荣长得貌美 身段也愈发妖娆 虽然脾气不太好 毕竟浇灌着养大 有些大小姐脾气也正常 但是也算是知书实力 又有这么显赫的家事 王将自然是一百个愿意的 只是他还是开口说 荣荣自然是一百个好的 只是我出身不好 师父您不嫌弃我 我感恩戴德 就是怕荣荣不喜欢我 你喜欢他就好 这孩子被你师母教惯坏了 没有你说的纳摩好 既然你同意 纳摩就等明年他成年 我便为你们操办婚事 王将自那之后 表现得更好了 在铺子里更用心 因为这一切将来 都是自己的产业 虽然他也想到这些年 李荣荣似乎对自己并不喜欢 而且还有意无意疏远他 但是想到在李家 师父是说一不二的 他自然也不会忤逆师父的意思 只是没想到 今日家宴后 李荣荣竟突然跟自己说 已经有了心上人 还是林家那个花花公子 自己该如何开口呢 思虑再三 王将说道 荣荣 你知道林公子的为人吗 可是李荣荣却打断他 那些都是假的 林公子说了 都是别人嫉妒他才变瞎话的 那些女人得不到他 就往他身上泼脏水 我可不会相信的 王将明白了 这李荣荣若不是真心喜欢的小子 就是故意恶心他 让他断了念想 哼 他玩味地看着李荣荣 果真是天真 他师父自然是不会让他嫁给那魔个人的 他也不再多说 转身告辞 李荣荣看着王将身影 消失在夜色中 丫鬟走出来 有些担忧地看着小姐 因为他那个角度看到了 王将那个笑容 让他浑身恶寒 小姐 你什么时候喜欢林公子了 虽然林公子名声不太好 但是好歹也是高门大户 嫁过去是要做豪门贵夫人的 怎么不比嫁给这魔个只会讨好我爹的走狗墙 看到他我就恶心 主仆二人的话 北院墙外还没走远的王将听了个一清二楚 隔了几天 又到了每月 团圆饭的时候 王将却有些支支吾吾的 这让李神医有些诧异 以前每到这天 王将都是特别开心的 徒弟 你是怎么了 有什么烦心事吗 李神医温和地开口 师父 感谢您的抬爱 我配不上荣荣 以后就不去您家里吃饭了 说完 就一脸颓废的转身走了 李神医还记得 之前得知 向荣荣许佩计她时 王将那欢喜的样子 这才过多久 到底怎么回事 他刚好看到李二进来 想到平日里 李二跟王将关系最好 他应该知道些 哎 他怎么会不喜欢大小杰呢 昨日突然找我借酒消愁 他是喝太多了 就说了 原来大小杰已经喜欢上了林家的少爷 他觉得自己比不上林少爷 所以才苦闷 可怜啊 什么 林家那小子 李神医气的差点骂娘 转身就气呼呼的回家去了 他刚走 王将就从后面出来了 李二笑嘻嘻的上前 我都是按照你教我的 没少说吧 没有 谢谢你了 李二哥 王将真诚的说 不用不用 他认你成了李家的女婿 可不要忘了 小弟我今日之功啊 放心 少不了要让你当个管事的 王将心想 这下 师父回去 一定会好好教训李荣荣了 李府书方 老爷 一会你要控制住脾气 不要对荣荣发火 也许是那王将听人胡说的 可不要冤枉的女儿啊 李夫人焦急地看着门口说道 刚刚老爷回来的时候 他就见不对劲 然后听到了起音 他就借口让老爷来书房 别让下人听了去 然后 他就让贴身婢女 先去给女儿通风报信 可是 没想到女儿竟然丝毫没有隐瞒 直接就将自己不喜欢王将的事说出来了 爹爹 我是你独生的女儿 你最疼我了 我从小就献你与娘亲爱不已 间谍情深 所以才加宅兴旺 可是 我自小就不喜欢王将 发自内心的不喜欢 但是 因为爹爹要收他喂土 所以我也是一直以礼相待的 但是让我嫁给他 女儿宁可去死 李荣荣说的坚决 他今天必须要跟爹爹挑明 好 就算你不喜欢王将 但是你也不能嫁给林家那小子 他是个什么货色 你不清楚吗 李神医有些松动 虽然自己觉得王将是良配 但是硬逼迫女儿嫁给不喜欢的人 他也做不到 但是他绝不会答应将女儿嫁到林家那个火坑 爹爹 不瞒你说 我与那林公子只现了一面 虽然感觉他并不如传闻那般风流 但是也不是非要嫁给他不可 这是一定是王将跟你说的 毕竟 我只说给他一人听了 我本是打算暗示他不要再打我的主意 没想到他竟然找你告状 可见也不是什么磊落之人 其实 李荣荣早就等着这一天呢 毕竟当初他就料定王将不死心 会找他爹告状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你误会他了 他也是借酒交仇 被李二听了去 我才知道的 荣荣 王将为人我最清楚 虽然出身不太好 但是其他方面都是顶好的 怎么就配不上你了呢 李神医仍然不死心 爹爹 他样样好 我就要嫁给他吗 说住就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爹爹 你若是强逼我嫁给他 那女儿只有一死了 快起来 说什么胡话呢 你爹爹最疼你了 怎么会逼你去死呢 李夫人连忙夫妻女儿 满脸心疼的又开口对丈夫说 老爷 王将虽好 但是也要讲求两厢情愿啊 以后你给他再择一门好的亲事就是了 女儿年底才急急 再养在身边今年吧 慢慢育 一定能找到他情投意合的人的 李神医值得作罢 毕竟他只是觉得王将好 但是也不至于把亲女儿逼死 只是该怎么跟王将开口呢 第二日 王将装作不知昨天发生的事 他在等师父给他定心丸 可是这一等就是机日 师父似乎有些心事 除了树叶上给了他指导 并没有提他与李荣荣的亲事 难道有变数 果然之后的团圆犯 师父也再没有叫他去 只是说师母身体不适 以后就免了 王将有些急了 他不能再等下去了 于是那日他等默认了 就找到师父开口 师父 我已经有日子没见到荣荣了 今天我能去看看他吗 看着师父脸色一紧 他心里咯噔一下 只不过 他师父接下来的话 让他入坠冰枯 徒弟呀 以后你就别见荣荣了 荣荣死心眼 可能是情斗未开 你这魔优秀 为师才给你寻一门更好的亲事吧 王将脸色傻败 难道师父答应李荣荣 嫁给林家了 师父 那林公子整日里留恋烟花柳香的 还霸占两家妇女 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您当女婿呢 荣荣年纪小糊涂 您可不能被蒙蔽呀 要是让他娶了荣荣 荣荣的苦日子在后面的 到时候丢脸的是您啊 难不成荣荣已经将身子给了他 看着昔日沉默寡言的徒弟 如今说的话怎么难听 难怪女儿不喜欢 夫人也说过 这王将也许并不是真的喜欢女儿 而是冲着李家的财产 徒弟 不要再说了 荣荣与林家没有瓜葛 你怎么能败坏荣荣的名声呢 这是休要再提 李神一失望地走了 王将恶狠狠地看着师父的背影 没想到这老东西竟然好赖话不听 这时 一直在门外偷听的 李二朝着屋内呸了一声 什么成龙快叙 原来是白日做梦 从那之后 王将就觉得 店里的伙计们 对他都是另眼相看 总是背地里对他指指点点 敏感如他 早就发现了 以此 他还是如往常一样 让李二帮他去库房搬药材 没想到 李二假装没听到 他又说了一遍 李二才慢吞吞转过身 腰 还这摩指高强呢 还当自己是李家的准女婿呢 也不撒泡尿罩 照自己鸡精几两 以后自己的差事别 知识别人 王将气恼地扔了手里的药包 但是他又能怎么样呢 如今 师父已经开始疏远他 这些人见人下菜叠 自然不再恭为巴结他 哼 这些人的嘴脸 他记住了 若是有朝一日 他得了李家财产 第一件事就是将他们赶出去 眼下是该如何挽回呢 那日 他拎了两壶好酒 又买了师母最喜欢的糕点上门 本想缓和下气氛 在探探许时 他还是不太相信 师父宁愿把女儿嫁给林家 也不嫁给自己 可是 他连李府的门都没进去 门童一见是他 便一改曾经热情的嘴脸 不耐烦地开口 老爷没在家 有事明儿去医馆说吧 我有事找师母 还请小哥通报一下 王将忍住心中的怒火 一个看门狗竟然如此对他 都说了 有事明儿去医馆 夫人莫失见 门童说完 光当一声就将大门关上了 王将自然知道 一个门童竟然对他这样 不是受到主人的受益 那也是听了主人的谈话 揣测出来的 好 既然你们不忍 就别怪我不义了 王将走后 门童进去通报 小姐 王将被我赶走了 他那个样子 看着不像是会善罢甘休的 他不罢休 还能怎样 对了 我让你拦着他的事 你可别让我爹知道 李荣荣怕王将上门纠缠 所以就提前交代了门童 可是他爹爹要是知道了 一定会斥责他不懂李叔的 李荣荣此时 还不知道 就是因为自己办的这件事 让王将的自尊心彻底受挫 也让他彻底恨上了李家的人 李神一也冷落了王将一些日子 看着他还是勤勤恳恳地帮医馆做事 他有些不忍 于是就托人给他寻了门亲事 徒弟 你知道给咱们送药材的张家吗 他家有个女儿 已经成年 出落得很是大方 刚好你也到了年纪 为师为你去提亲可好 哼 这模块就容不下自己了吗 那张家就是个收药材的 他家的女儿就是在好 怎么能跟李荣荣比呢 师父这时想打发了自己呀 那就不要怪自己了 他满脸感激地开口 但凭师父做主 只是七日后就是我爹的忌日了 我想回去祭奠一下 所以等我回来 请师父再去帮我提亲吧 李神医没想到 这王将竟然这模痛快就答应了 心中有些不是滋味 不是说喜欢荣荣很多年了吗 这才多久 提到另取他人 就这模轻易答应了 可是转念一想 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毕竟是自己女儿先提出的 这样也好 心里想着 一定要好好给他操办一下 还要将自己在城南的铺子 一并给他 以后他就可以独立行医了 也不枉师徒一场缘分 三日后 王将告别师父 踏上了回乡祭祖之路 临走的时候 特意去跟师父告别 师父 我一直是感激您的 要不是你当初带我回来 教我医术 也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我早就把您当我的亲父亲了 只是 不能娶荣荣 我 孩子 你和荣荣没有缘分 但是我会对你像亲生儿子一样的 李神医打断王将 看来 师父是死了心 要将自己赶出去了 那就没石膜 可说的了 王将走得当晚 李神医就突然感觉凶猛 但是他也没当回事 可能是当时看着王将失望的离开 心里总归是有些不忍吧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 李夫人叫他起床 才发现李神医已经死去多时了 北童玉觉得李夫人觉得丈夫怎么就突然死了呢 昨日还好好的 但是想到昨日丈夫突然胸口痛 就对店里的张大夫说了 张大夫检查了一下尸体 觉得并没有中毒之状 又问了李夫人 老爷是不是有心急 是的 老爷从前就说胸闷 但是早些年他调理后已经痊愈了 不知怎么的昨日突然又疼了 李夫人如实相告 突然张大夫看到李神医手指出有一处小黑点 而李夫人确定丈夫以前并没有那个黑点 是中毒 张大夫斩钉截铁地说道 什么毒 是谁下的 李夫人惊得喊出来 是金花谷 十年前我跟随老爷去柳心镇出诊的时候 见识过 这种毒虫可通过接触皮肤进入身体 直接进入心脏 然后中毒之人起初会胸闷气短 然后会在三五个时沉泪身亡 但是一般大夫是看不出中毒而亡的 至于凶手 谁在一日后接近尸体 谁就是凶手 最终李家对外说 李神医是旧疾复发尔王 王将得知师父王顾便匆匆赶紧回来 扑倒在灵鹫前大哭 可是李荣荣却突然冲出来 将他推倒 是你 是你害死我爹的事吧 众人都以为大小节是悲痛过头了 才会说胡话 毕竟老爷死的时候 王将是在外地的 可是 当大家都看着大小节发疯的时候 只有李夫人看到了王将有纳膜一瞬 竟然嘴角上扬 难道真的是他下毒 当天夜里 王将对师母说 师母 今日你也累了 就带荣荣回房休息吧 我来为师父守灵 李夫人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荣荣狠狠瞪了王将一眼 值得扶着母亲会回房 见他们母女二人走远 王将左顾右盼见无人 于是便关了门 慢慢靠近棺材 棺材被他打开 王将抚摸着师父的手 开口 师父 王你是神医 竟然连金花骨都莫发现 活该你去死 你死了 以后师母是我的 荣荣也是我的 还有你的一切都是我的 说主 王将舅舅拿出一个小瓶子 对着李神医那个有黑点的手指 不多时 一条蛊虫便沿着李神医手臂 王手指出油 像是闻到了什么味道 有些疯狂地找出口 突然 大门被一股大力推开 一群人蜂拥而入 门童冲在最前面 一把抓住王将的手臂 将那个小瓶子夺过来 接着 张大夫也冲上前 拿着小瓶子一吻 气恼地开口 好你个王将 竟然用金花骨害人 此时 李夫人和荣荣也进来了 李夫人看着被门铜暗倒在地的王将 痛骂道 你师父对你不薄 竟然真的是你害死他 你果然是冲着我们李家的家产来的 来人 报官 王将现事情败露 也就不再伪装 狂笑道 他对我好 当初就不该救我 救了我 又打硬将荣荣嫁给我 给了我希望 但是又让我绝望 随便找个人家 就将我打发了 这就是对我好 他死有余辜 抖米登生米愁 李夫人真是悔不当初啊 很快 王将被棺材带走 最终被判处了崭刑 人们都说他死有余辜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美妇连克三人 隔壁老汉请他晚上吃鱼 老汉 你是窝人 明朝家境年间 嘉兴县一向西走七十里 有一个牛家村 村里住住两个外来户 一个是独臂老汉柯月 一个是独腿老汉丁飞 两家是市郊 十年前定居于此 两家是邻居 柯老汉妻子早亡 有一个儿子 名幻科小和 只可惜在十年前失散了 至今下落不明 丁老汉妻子在去年病故 身边有一儿 名幻丁小山 二十岁未婚 一天 柯老汉与丁老汉正在家中对异 忽然从门外传来女子的呼救声 救命呀 救命呀 柯老汉连忙起身 朝门外走去 但现一个女子 右手捂住肚子 亮亮呛呛的朝这边跑来 柯老汉见状 连忙跑上前 将她搀扶进屋 随即又将门拴上 姑娘为何要跑 柯老汉急忙问道 那女子不停地喘住粗气 半天莫说一句话 丁老汉仙女子来了 连忙去喊丁小山 让她端杯茶给姑娘 谢谢 谢谢大伯 女子气喘吁吁地说道 奴家名叫书运娘 宁波人士 父母早亡 一直跟着祖母生活 不幸的是 祖母于上个月去世了 奴家孤苦无依 生活困顿 就在昨天 村里的苏婆 为我说了一门亲事 说对方是家姓人 三十岁 为人和善 家有良田五十亩 奴家听后 觉得可以 便答应了 女子顿了毒 似乎是口渴了 丁小山见状 连忙将水递过去 女子说了声谢谢 便一饮而尽 今天早上 苏婆说 南方家派人来接了 于是 奴家简单收拾一下 便上了马车 在路上 奴家无意中听到 两个赶车人的对话 其中一个说 要将卖给一个 六十岁地主做小妾 奴家听后 甚是惶恐 带到马车 行至牛家村村口时 奴家说要出宫 成其不备 拼命跑进村子 恰好遇见了恩公 谁料 女子话音刚落 敲门声便响起了 可老汉 是以丁小山 将女子藏起来 待他俩藏好后 他才去开门 大伯 你有看见一个身着红衣 十八九岁 貌美如花的女子吗 一个矮胖男子说道 没有看见 柯老汉直接回道 此时 另一个高手男子道 大伯 刚刚有人说 你将的女子 搀扶进门了 柯老汉 心中一灵 暗自私存 是才搀扶那女子时 被牛大宝看见了 难不成是那小子说的 这小子 平时就不学无术 迟早要找机会收拾他 柯老汉 正在沉思时 那矮胖男子 趁机溜了进去 等到柯老汉 反应过来时 那高手男子 也硬闯了进去 丁老汉 见两人进来 既不说话 也不阻拦 只是叮嘱他们看 两位爷 我都说了 没有人进来 别听那人胡说八道 只怕使他见色起义 早将的女子藏起来了 你看我们两个老汉 削胳膊少腿的 藏的女子做肾 柯老汉道 那两人也不答话 自顾自递到处乱找 可就是找不到 约末伴住相识间 两人实在是找不到了 便愤愤而去 柯老汉 见两人走远了 这才关上门 让那女子出来 多谢两位大伯和公子相救 不然 奴家就惨了 书与娘拱手谢道 姑娘接下来有何打算 柯老汉道 书与娘一脸惆怅 只是低住头 没有回话 柯老汉转脸望了望一旁的丁小山 又看了看眼前的书与娘 突然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道 姑娘如若不嫌弃 可否嫁给小侄 柯老汉一边说 一边用手指向丁小山 书与娘回头看了一眼丁小山 脸刷得一下红了 犹如秋天枝头上的红柿子 丁小山听了 连忙说 爹爹 客父 与娘 我先去做饭了 丁小山走后 柯老汉又与书与娘闲聊了一会儿 最终 书与娘答应嫁给丁小山 三天后 在丁老汉与柯老汉的操办下 丁小山迎娶了美娇娘 书与娘 说得也奇怪 丁小山原本天没亮 就上山砍柴 天黑了才回来 可自从娶了书与娘之后 日上三杆才起床 太阳没落山便到了家 有时连饭都不吃 跑进婚房就不愿出来 一天两天可以理解 可一两个月皆是如此 丁老汉就有意见了 毕竟他行走不便 都指住他养家糊口 如今家中没了收入 日子过得更解决了 望着日进销售的丁小山 丁老汉心里有众说不出的痛 于是将此事告诉柯老汉 柯老汉起初不以为意 还嘲笑他不懂男女之事 可时间久了 柯老汉也觉得哪里不对劲 可就是说不出原因来 一天中午 柯老汉正在家中午休 丁老汉突然拄住拐 一拳一拐地走了进来 脸色阴沉 柯老汉绝前 听门口有动静 连忙坐了起来 柯大哥 小山 小山的坠崖身亡了 丁老汉带住哭腔说道 柯老汉一听 连忙下窗 询问原因 丁老汉眼里 秦竹磊 道 我在门前晒太阳 忽然牛大宝跑了过来 说他在山下砍柴时 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 走近一看 原来是丁小山 只可惜当时已气绝身亡 他说牛二狗可以作证 柯老汉一听牛大宝的名字 心里咯噔一下 心想此事一定跟他有关 小山现在何处 柯老汉道 已被大宝和二狗抬了回来 就在家中 丁老汉道 柯老汉丢下丁老汉 急步去了丁家 书与娘正跪在丁小山身旁哭泣 见柯老汉来了 连忙起身迎接 柯老汉回礼后 双膝跪地 揭开盖在丁小山身上的白布 从上到下看了一遍 又揭开他的衣服 仔细看了一遍 约末伴住相识间 又盖上了白布 书与娘见柯老汉 神情古怪 带住哭腔问道 大伯 怎么了 没没石磨 柯老汉劫八道 孕娘 人死不能复生 节哀顺变 不说这话还好 说了之后 书孕娘哭得更厉害了 柯老汉健壮 也不便多劝 说了几句安慰话后 便离开了 有话则长 无话则断 眨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丁小山的后事处理完好 书与娘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 匹柴做饭 拆洗缝补 种菜未及 凡是他能做的活 他都一个人承担 这一切 丁老汉是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但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毕竟公公与儿媳之间 有一道鸿沟 一天晚上 丁老汉正在西乡房睡觉 忽然听到外面有脚步声 于是连忙起身 竹竹拐 朝窗外望去 担心一个黑衣男子 捏手捏脚的朝堂屋走去 丁老汉见识不妙 连忙竹竹拐出了门 大声喊道 抓贼呀 抓贼呀 那黑衣男子 见识不妙 立即转身往回跑 丁老汉陷了 立即将其扑倒在地 两人扭打起来 牛大宝年轻气壮 用力推开他 转身就跑 就在这时 丁老汉用尽最后气力 纵身一跃 死死抱住他的腿 那黑衣人见 自己的腿被人死死抱住 于是用力猛踹 指三五下便正脱开 仓晃而逃 黑衣人刚走 书运娘便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柯老汉听到动静后 也从隔壁跑了过来 柯老汉一把抱起丁老汉 朝屋中走去 书运娘紧随其后 又点了一盏灯 屋子里照的是一片通亮 书运娘 你爹他 他走了 柯老汉眼含热泪 哽咽地说道 爹 书运娘大叫一声 跪了下来 颜面哭泣 哭声惊动了附近的村民 不多时 丁家已围满了人 村民们的知情况后 纷纷上前慰问 这时 牛大宝也出现在人群中 柯老汉献他来了 慢慢接近他 上下打量了一番 长期不备 一把将其暗倒在地 对众人大喊道 就是他 打死丁老汉的就是他 害死丁小山的也是他 众人听了 都是目瞪口呆 他们都不敢相信 这些都是牛大宝钱的 云阳 快拿绳子过来 柯老汉大喊道 少请 书与娘拿来了一团麻绳 柯老汉虽然只有一只手 但却麻利的捆住了牛大宝 就在这时 牛二狗来了 见牛大宝被捆了起来 连忙用手指住柯老汉 道 柯大伯 空口无凭 你凭什么说他是凶手 哼 柯老汉 冲住牛二狗 冷冷一笑 牛二狗 他做实模式 你心里不清楚吗 如果你不想多做几年老的话 明天就乖乖的跟着我去县衙 牛二狗被他折磨一说 之前嚣张的气焰瞬间消失 只是支支吾吾的回道 好 去就去 说完这句话 牛二狗便慌忙离开了 牛大宝的家人得知他被柯老汉抓住后 也是闻声赶来 可即便如此 柯老汉就是不放人 双方差点打起来 幸好这时足长来了 最终 在足长的调节下 牛大宝今晚回家睡觉 第二天早上 游族长亲自出面 将其带到县衙 柯老汉听后点点头 众人散去后 柯老汉怕书运娘害怕 于是陪他一起守灵 一夜无话 眨眼间 到了第二天 柯老汉带住书运娘 挤钉老汉的尸体 已到了公堂之上 牛大宝 牛二狗也如鱼而至 柯老汉开门见山 道 县老爷 昨夜牛大宝半成黑衣人 闯入丁家 不料被书运娘的公公发现 两人打了起来 牛大宝仗助年轻有力 将丁老汉打死在地 仓皇逃窜 后来 他又换了件衣服 假惺惺的来丁家慰问 尽管他换了件衣服 但他脖子上的那道心疤痕 是掩盖不了事实的 县老爷 丁老汉右手的指甲里 还残存住牛大宝脖子上的皮 请大人明鉴 县令听后 立即说道 丁老汉之子丁小山 是被牛二狗跟前 尔语了几句 随后便退下 牛大宝 你可知罪 牛大宝见人脏俱祸 只好认罪 低头道 草民认罪 这时 克老汉走到牛二狗跟前 大声说道 县令大人 丁老汉之子丁小山 是被牛二狗所害 请大人明察 牛二狗一听 随即哭喊道 县老爷 丁小山是牛大宝推下去的 小的什么也没干 是牛大宝逼住我骗人的 克老汉听后 长舒一口气 心想道 还好牛二狗招了 不然都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 牛大宝本想当场狡辩 熟料那牛二狗又道 县老爷 这是牛大宝鞋给我的 他说 只有杀了丁小山 他才有机会去到书运娘 让我为他助威 事成之后 给我二十两银子 县老爷 我什么也没做 县老爷听后 当即派下金堂墓 大声喝道 国法岂能而戏 你虽然没有杀人 但却助纣未虐 帮他骗人 这与杀人合议 牛二狗听后 低头不语 最终 牛大宝被判死刑 秋后问斩 牛二狗坐牢一年 赔偿丁家白银三十两 从建崖回来后 克老汉变得孤僻了 不怎么爱笑了 常常一个人坐在门口发呆 丁小山和丁老汉弟相继离去 让他深受大击 书运娘并没有因为丈夫与公公的离去 选择离开 恰恰相反 他爱上了这里 除了盲家中食物 他还每天做饭给克老汉吃 他将克老汉当爹一样服饰 克老汉起初是拒绝的 但时间长了 他也就慢慢接受和习惯了 因为年龄越大 越需要人来照顾他 一天 克老汉正在家中发呆 忽然书运娘走了进来 手中还跨住一个竹篮 克大伯 今天是端午节 我包了些粽子 你品尝一下 书运娘边说 边将粽子拿了出来 克老汉见书运娘来了 连忙起身 微笑道 孕娘要是不说 我都忘了 今天是端午节 克大伯 你的房间真乱 我帮你收拾一下吧 书运娘边说 边整理了起来 不用 克老汉连忙只知道 克大伯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自从父君和爹爹走后 我就把你当爹了 为你收拾房间 又算什么呢 书运娘道 克老汉见他说的在里 也就不再阻拦 于是出去匹柴 刚劈了一会儿 克老汉忽然口渴 于是又返回堂屋 当他快走到堂屋时 忽然听到屋内传了一连串奇怪的声音 不过压白衣这个词他听过 克老汉立即止步 悄悄地走到门边 透过门缝往里看 但县书运娘正在到处犯东西 嘴里不停地念叨住 原来他是窝人 克老汉心想到 他一定是来找张将军留下来的名单 看来他跟朝中某大臣有勾结 想到这 克老汉怕打草惊舍 便悄悄走开了 原来 克老汉与丁老汉 是抗窝民江张经的部下 33年前 窝口横行东南沿海 大肆烧鲁掠 家境地命张经总渡江南 江北 山东 福建 浙江 湖广诸军 专办讨窝 柯月与丁飞自有相识 两人一起读书 一起习武 素有报国之志 只因家境贫寒 未能梦缘科长 后来 他俩听闻张经招募士兵 于是火速报名 并于此年参加了王将军之战 许得了大姐 在此次交战中 柯月被窝口砍断左膀 丁飞被窝口消掉右腿 张将军得知情况后 亲自慰问了他们俩 临走时 张将军还将一份重要的名单交给了柯月 希望他能交给明君 几个月后 京城传来噩耗 张将军被战于西市 柯月与丁飞听闻后 悲痛欲绝 本想将这份名单交给家境帝 奈何他听信首府言颂的谗言 并非明君 于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不知什么原因 他手中有名单的消息泄露了出去 于是他俩隐姓埋名 住到了牛家村 柯老汉原先不叫柯月 而是叫柯峰 丁老汉原先也不叫丁飞 而是叫丁山 只因两人觉得张将军像岳飞一样 一心杀敌抱过 却惨遭屠戮 于是一个改名岳 一个改名妃 两人名字合在一起 便是岳飞 柯老汉刚走到大门口 便遇到了村里的刘婆 刘婆开门见山 说是替村里的牛九龄说美 因为他看上了书运娘 柯老汉听后 随即摆了摆手 道运娘不能嫁人 刘婆听后 大笑道 运娘不嫁人 难不成你要娶她 这时 恰巧书运娘从柯老汉家走了出来 见刘婆哈哈大笑 于是问道 什么是让刘婆这么开心 柯老汉觉得尴尬 赶紧回屋去了 刘婆见书运娘来了 直接问道 运娘呀 我们村有一个小伙看上了你 让我替他来说没 我不嫁 书运娘斩钉截铁道 刘婆听后 哈哈大笑起来 道 我知道了 哈哈哈哈 书运娘觉得莫名其妙 摇住头 回家去了 从这天以后 整个牛家村都传遍了 寡妇书运娘 喜欢上了隔壁柯老汉 面对谗言 柯老汉不以为意 因为他一直在找机会 一天晚上 柯老汉邀请书运娘 在家中吃饭 说自己钓了条大鱼 请他尝尝 书运娘欣然答应了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柯老汉借助酒意 大声说道 书运娘 你是窝人 书运娘被他突如其来 一句话给整猛了 柯大伯 你喝多了吧 柯老汉微笑道 柯老汉冷笑道 别再装了 你是不是想找那份名单 书运娘见他态度坚决 也不再隐瞒 道 事到如今 我也没必要隐瞒了 不错 我就是窝人 名单已被我销毁 你就放一万个心吧 柯老汉道 谁信呢 书运娘道 除非你死了 话音刚落 不错 但现书运娘猛的起身 从腰中抽出来一把软剑 狠狠的刺向柯老汉 说石石 那石块 柯老汉身子指一轻 便躲过了这一剑 双手随即推桌子 指一下 桌子灯石飞了出去 书运娘跌倒在地 这时 从外面进来十几个官兵 将书运娘抓住了 柯老汉看向门外 县令大人走了进来 将他押赴县压 听后发落 县令大声命令道 是 为首的官兵回道 带官兵及书运娘走后 只剩下柯老汉与县令两人 单见县令将乌沙帽摘了下来 道 柯兄 别来无恙呼 柯老汉仔细一看 原来是他的老战友 高兴道 原来是祝兄 已别二十年 你都当上了县令 此事说来话长 有时间在想聊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龙庆帝已为张将军复官了 县令道 苍天有眼啊 柯老汉长叹一声 柯兄 我为你带来三个人 你看 县令便说 便指向门口 单见门外进来三个人 一个中年男子 一个中年女子 还有一个少年 爹爹 但县的中年男子突然跪了下来 大喊道 孩儿不笑 让你受苦了 柯老汉随即上前 将其扶起来 仔细端详了一会儿 道 小河 真的是小河 这是我娘子 小翠 柯小河 指住身边的女子说道 见过爹爹 那女子回里道 柯老汉笑了笑 随即走到少年跟前 道 这肯定是我的乖孙子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县令县他们一家团圆了 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 柯老汉见时间不早了 赶紧收拾房间和床铺 让儿子一家睡下 当天晚上 柯老汉将那份名单烧了 第二天 牛家村在吴丁 柯两家 谁也不知道 柯老汉去了哪里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